这座村庄太诡异了 老人一旦到了七十二就得自杀 即便生龙活虎 也要毫不犹疑从悬崖一跃而下 所以村民聚集在崖底为官 为他的死亡欢呼 如果跳下来没有死透 则会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 此刻一旁等候多时的鞭尸队整装待发 将大锤一下又一下地砸向老人的头 才得以罢休 没有一个正常人能理解这样的行为 原来这是村里的习俗 村民们会将人生分为四个阶段 少年为春 青年为夏 中年为秋 老年则为冬 村民们将生命看作这一个周期 一旦过了七十二岁那便是四季圆满 需要落叶归根 老人们也都自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甚至对此而感到喜悦 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离开人世 村里的婴儿会继承他们的名字 就像好莱坞电影中 经常看到父亲给出生的孩子起爷爷的名字 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这是一种大不敬 但对于欧美人而言 却截然相反 这是一种尊敬与纪念 除此之外 村子里为了保证血统的优良 他们会邀请外来者前来配种 那需要的基因必定的是最优秀的 才貌双全 高学历高颜值才能入他们法眼 村子里每年都会派出卧底 以游玩自己家乡为由 诱骗这些人到村子里来 眼前的这个长矛就是村子派出的卧底 他以同学的身份潜伏在这群人身边 经常往这些年轻气盛的大学生脑子里 灌输瑞典女人五一高强的观念 这惹得里面的八字眉小哥跃跃欲试 而其他人 专业人类学的老黑想过去田野调查 被博士论文押地喘不过来气的克里斯 想借此机会好好放松一下 克里斯的女友丹妮 因为妹妹与父母没气中毒突然死亡 使得这段时间情绪十分抑郁 对现在唯一亲近的男友十分依赖 生怕他离自己而去 于是就赖着男友也想一块过去瑞典旅行 可克里斯早就对这种过分的依赖产生了厌倦 但爱与女友丹妮的家人才刚刚全部离世 自己在开口提分手那还算是人吗 万一分完手女友想不开 喝了农药嘎了 自己岂不是会愧疚一辈子 所以迫于无奈 克里斯也没提前和朋友们商量 就自己做主带上女友了 他们一行人踏上了前往长毛老家的路程 八字眉对北欧女生身材如此出色而感到兴奋好奇 人类学出身的老黑解释道 这是因为这里的祖先 维京人为了保持优秀的基因 把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都带到这里来 而长毛此刻心里想着 你们现在就是当年那群漂亮的姑娘 随着他们离村子越来越近 镜头也缓慢发生了180度的倒转 和经典恐怖片闪铃的开头一样 寓意着主角们即将踏上一条改变命运的路途 当他们到达村子前的草坪后 大家决定先休息一下 草坪上零散地有一些也向来旅行的人 而长毛的同村发小也卧底来了一对黑猿情侣 为了表示热情 发小大方地给每个人分发了当地的特色药草 就是吃了会嗨的那种忧 随即众人在晚上九点的阳光下沐浴着 因为这里靠近北极 是每年五月种下特有的景观 此时丹妮受刚刚药物的影响 迷迷糊糊地看到青草张满了她的手背 甚至能感觉到身后的大树都在呼吸 这种感觉让丹妮十分不安 她穿过草坪上其他人群 慌忙地来到一处的洗手间 打算清醒一下自己 可一瞬间她竟从镜中瞥见了死去的妹妹 等完全恢复过来后 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 他们顺着一条林中小镜 终于到达了长毛的老家 村民们纷纷列队欢迎这群外来者 送上最亲切的祝福 凑巧的是 这个村庄刚好开始举办为期九天的仲夏业绩点 远处的这个女孩 今年终于到了该生育的年龄 她望向对面围坐在一起的外来者 精心挑选中了 其中看起来最健壮的男子克里斯 于是趁着跳技点舞的间隙 她刻意地踢了一下克里斯的屁股 还对她露出迷人的微笑 妹魔属性拉满了这事 克里斯眼瞧 这明摆着是冲自己来的 她没有把女孩踢自己的事告诉女友 而是叫上老黑加入这欢快的氛围 群外来者介绍村子里的一些人文风情 甚至包括村子里女追男的匠头数 即如果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 她就可以将自己身上的卷毛夹到男人的食物里 并在饮料里加点月宫 一并让男人服下 这样那个男人 就会死心塌地地爱上那个女人 两人便可发生结合 丹妮一行人被带到了集体宿舍 36岁以下的年轻人都要睡在这 丹妮则被男友神秘兮兮地拉到另一边 原来在长毛的提醒下 克里斯才意识到今天是丹妮的生日 随便找个了块蛋糕 就当为丹妮庆生了 更尴尬的是 这蜡烛还点不着 女友其实是知道她忘了自己生日 但女友这个时候实在太害怕失去男友 就对她无限包容了 到了次日 丹妮一行人和村民们在庆典中心举办了集体宴席 为即将踏上生命中途的老人 送上最后的祝福 他们被轿子双双抬起 送上了无数祖先在此了断的悬崖 村民们举目张望 眼神中充满了虔诚的目光 只有丹妮等人还不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 等到老人纷纷落位 毫无预兆的就从悬崖跳了下来 吓得在场的外来者 直呼 Oh my god 尤其是那对黑人情侣反应最为激烈 来着女友的手就要离开现场 边走还边骂这群村民都是疯子 看着人家自杀还不阻止 简直不可理喻 女祭司则上前拦住二位 试图向他们解释这个传统习俗 在他们的文化里 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现在老人到达了这一循环的终点 他们的内心是喜悦的 如果等自己到了这一天 那必然也是欢愉且感到骄傲的一件事 看到这样的震撼场景 丹妮的心情崩溃得最厉害 本来她来这里旅游是为了放松一下 缓解丧亲之痛 可这接连不断的死亡 她此刻只想整理行李马上离开 长毛迅速就赶过去安慰她 说自己也是个从小失去父母的孤儿 是这里的村民抚养她长大 在这里感受到了真正的温暖 和有家的感觉 并希望丹妮也能够留下来 恰巧此刻的丹妮最缺的就是家庭感 她的一番话算是说到自己心坎里了 长发还趁机摸上了丹妮的手 挑拨她和男友之间的关系 丹妮对此也心知肚明 到了深夜 刚进村时跳舞的那个女孩 手里拿着一根刻上符号的木条 悄悄地来到克里斯床边 然后将那东西放到了她的床底下 而这一幕恰好被一旁的老黑目睹 第二天早上 老黑偷偷拿出这个东西 带给长毛查看 询问她为何物 她刚拿到手里就会心一笑 说这是一种爱情魔咒 专门用来下股心上人的 正当几人继续聊天时 一阵呵斥声打断了他们 原来是八字眉在对象 争着村民祖先的枯树撒尿 这下直接惹恼了放羊的大叔 叫嚣着要让她好看 另一边 不想再待的黑人女打包好行李 准备离开这个鬼地方 可迎面而来的村民却告诉她 她的男友没等她 已经先去去车站了 这让女友难以置信 整天腻腻歪歪的他们 不可能会丢下 其中一个人独自离开的 如此甜蜜的二人 竟会这样 于是丹妮找到自己的男友 向她说出了这件事 可男友只是随便附和了两句 毫不关心这件事 只在乎自己的论文 是否能以这里为题 这让丹妮的心情 再一次沉入谷底 即使男友就在自己眼前 但却感觉她像一个陌生人一样 到了晚饭时间 丹妮依然控诉着 对那个黑人小青年的不满 看到男友对自己毫不在乎 认为如果换作是自己 也一定会被男友抛弃 长矛的挑拨赫然奏效 丹妮对男友的信任逐渐降低 这时克里斯吃了一口跟前的馅饼 还喝了一口这杯果汁 能明显看出她那杯的颜色 不同于其他人 很显然是那个女孩 为她精心准备的月工 不过克里斯也很快发现了不对劲 她吃出了一根卷毛 同伴们也大吃一惊 都知道那东西是什么 克里斯却心不在此 不是很在意 而八字眉随后 就被一个漂亮女人给叫走了 以为自己中了桃花孕 老黑的表情却略有所思 在那天的深夜 趁着所有人都沉浸在梦想中 老黑悄悄来到了 那间存放圣书的房子 即使之前被禁止进入 可还是拿起手机 拍下了几张照片 突然门后再次响起开门声 一个人影映入眼帘 原来是八字眉 白天你咋走了到现在才回来 吓了我一跳 然而下一刻 老黑却被背后的人狠狠记忆 而面前的八字眉却走了过来 可并不是真正的八字眉 那人身上披着的是她的假皮 看来白天被那个女人带走后 八字眉大概率是被大叔狠狠报复了 第二天 丹妮她们疑惑于同伴们都消失不见了 但村民们却集体装糊涂 带着丹妮去参加 中夏节最重要的五月皇后比赛 支走克里斯去别的地方 女人们带着丹妮手牵着手 准备开始比赛 她们围绕着装饰精美的柱子开始跳舞 她们必须得保持站立 只要倒下就会被直接淘汰出局 与此同时 克里斯在一间小屋中会见女祭司 她直接告知克里斯 有个女孩对她有意思 希望她们能够联机 克里斯陷入了纠结 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另一边丹妮幸运地顺利进入了前八 她望向一边过来的男友 却发现她心不在焉 丹妮就这样一路冲到了决赛 打败了第二名 夺得了五月皇后的桂冠 众人为她欢呼雀跃 她甚至在赞美声中见到了死去的母亲 在村民们的簇拥下 丹妮坐上马车去祝福村子的庄稼与牲畜 而她的男友克里斯则被药物置换 随着村民的引导 来到了那个快乐的小屋 即将与那个女孩完成生命大和谐 回来的丹妮听到屋内的嘈杂声 对着门缝往里面一瞧 见到了令自己痛心疾首的一幕 感到既恶心又痛苦 不同地在众人面前抽气 让人诧异的是 这群村民随着他们的五月皇后 一同发出感同身受的悲悯 与她一起共情 这难道就是共产主义的最终形态吗 当马可清醒过来时 她慌忙四处逃窜 却偶然发现老黑的尸体 她跑进一间小房子 眼前的画面令她心神崩溃 原来黑人情侣中的男友 根本没有离开 也遭受了活泼的命运 就在此刻 她突然突如其来的村民给尼晕 等她再次醒来面前 已经站满了人 自己也不得动弹 这是种下夜下的最后一天 村民们将献上九条生命 其中包括村里的老人志愿者 和村外的八字眉和老黑 至于第九位人选 但逆不出意料地选择了自己的男友 最终九个人被推进圣殿 被装进了熊皮中的克里斯 看着眼前最后的场景 志愿者们服用了止痛药 安心地等待死亡 随后村民们引燃粮草 克里斯很快被活活烧死 志愿者们在燃烧时 也发出发自肺腑的惨叫 外面听见的人群 开始疯狂手舞足蹈 与志愿者一同感受痛苦与绝望 最后整个圣殿被烧毁 丹妮娜持续许久的痛苦 也逐渐恢复平静 她看着面前的残垣断壁 露出了难以捉摸的猙獰笑容